把弹载玩家分为三个级别 评会是哪一级别的呢 第一个 零扣玩家 这个级别玩家的信有度 可谓是相当高啊 小哥的身边呢 是一位这样的玩家都没有 他们一不对游戏里的各种超级礼包感兴趣 二不对各种各样的联动皮肤感兴趣 可能就连网仪摆送的皮肤 他们都不感兴趣 小哥想了想 他们对于游戏的乐趣 可能除了上分之外 也就没什么了吧 而不充钱这一点 也让小哥非常佩服 因为一开始 小哥也立志做一名零扣玩家 就连冬勺都没能打动我的心 直到网仪反场了懒洋洋 和之后联动的熊二宝宝 而对于小哥自己来说 虽然对游戏里的各种礼包道具 还有各种各样的联动皮肤 也不太感兴趣 但还是会为了自己特别喜欢的皮肤买单 再多就是为了出出奖视频 去抽一抽筋蛋皮肤 还有赛季盲盒 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盲盒期 那跟我这种一样 或者差不多的玩家 应该通称为威克玩家 这类玩家呢 就会偶尔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皮肤 但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 即使多可爱 都不会多出一分钱 第三类玩家 科金大唠 这个级别的玩家 想都不用想 只要是蛋仔出皮肤 那就是一出必秒 不论是大多数人都会抽的筋蛋皮肤 还是少数人才会抽的签定皮肤 他们都只会无情的拿下 可能对他们来说 每次抽皮肤的时候 只会想仓库里又多了一款皮肤而已罢了 并且这种级别的玩家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爱用裸蛋 抽了那么多皮肤 打巅峰的时候 还是只用裸蛋 也可能是抽太多皮肤 不知道到底用哪款好了吧 饭得稀就是 那么多皮肤 每个皮肤都只是玩两三天 几天赶就过去了 因为王仪永远都会出更好看 更可爱 更帅的皮肤 而这个家伙 也永远都不会停下冲皮肤的脚步 哎呀 那不是为了给大家出视频吗 要不然那么多皮肤 哥的钱也是钱呢 好好得了吧 一天天的 又没说不让你冲 好了 家旦们 以上三种级别的玩家 大家是哪一类型呢 不会真有传说中罕见的 林克玩家吧 在这种级别的玩家 在这种级别的玩家